在這個階段我們的新朋友 加入我們的同學會的討論 沒錯 歡迎我們肝膽腸胃科醫師 蕭登仁蕭醫師 大家好 是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 我們來做一個健康小調查 要針對我們四位的來賓 要做一個健康小調查 來做一個調查一下 有這四個選項 有的請寫在你的白板上 第一個是不愛曬太陽 第二個是睡眠不正常 第三是飲食不均衡 第四的話是工作壓力極大 那個立婷妳有哪一個 我其實啊 我只有第一個 天啊 妳也太健康了吧 因為壓力大這件事情 我們女藝人早就習慣了 所以應該不算是什麼特別的 那睡眠不正常我沒有 就是十二點以前我一定要睡覺 而且她畫得很好 演藝人員不是本來就都睡眠不正常嗎 可是我是一個靜澤的母親 我十二點以前都會逼自己睡覺 然後飲食不均衡 我覺得我還好 我覺得那譚老師應該 你咧 我應該全部都有吧 真的喔 對啊 老師一定全部都沒有 你看 妳真的是全部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對 這是我們模範生 我健檢 其實我每年做健檢 從來沒出現過紅痣 真的假的 真的 到現在都一樣 到現在 太健康了 那老師請問妳幾點睡覺 我一定在十一點之前 就會睡著了 這麼厲害 因為我其實十點就上床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其他事的話 我就十點就睡 好 營養師寒飲 寒飲的話是 睡眠不正常 餓 昨天還沒睡是不是 有啦 有睡 但有時候半夜寫文章 你可能就兩三點了 那我是今年一定要調整的 容易熬夜 對 熬夜 蕭醫師 只有 工作壓力大 醫生 對 尤其是最近疫情 工作壓力更大 對 為了打疫苗 走得快篩 壓力真的很大 那其實 目前三位都只有一樣 只有你四樣 他們好厲害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難 佩虛 你還好嗎 佩虛 以上都有 對 怎麼了 我好慚愧 以上全部都有 不愛曬太陽 睡眠也不正常 醫師也不均衡 工作也壓力大 對啊 曬太陽會有班 怎麼可以曬太陽 防曬啊 對啊 你要小心喔 小心癌亡早上你喔 對 因為講到這件事情 有一個專業的病理專家 專業的獨理專家 他叫昭明威 他這次八哥的事件 他就有說到 其實他媽媽也是 胰臟癌走的 那他就在回想說 整個過程發生是怎麼樣 他說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 他媽媽就是不斷的 反覆的發燒 而且那個發燒呢 會在38.5度 不斷的重覆重覆這樣子 然後呢 他的頻率會發生得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那他是獨理專家 他就有這個警覺性想說 他是不是被什麼東西給感染到了 於是呢 他就帶媽媽到大醫院檢查 可是反覆了好幾個門診 他都檢查不出原因 然後這過程中 伴隨著媽媽他越來越消瘦 最後掛到了血液腫瘤科 才發現是惡性腫瘤 所以他從發病 然後到過世 其實也只有短短13個月 可是他回想整件事情 他是網路上常常會講說 那胰臟癌的高危險族群 是說他可能是60歲以上 然後你可能會吃油啊 油脂啊 然後糖分啊 或者是你的生活之中 大量接觸了那些化學產品 然後還有你可能會抽菸喝酒 這樣算是高危險族群 可是他的媽媽完全沒有 但是他媽媽符合了什麼呢 就是剛剛講的這四點 也就是我中的這四點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清雪哥前幾天有個新聞 大家都很遺憾 就是我們八哥大哥他離開大家這樣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資深藝人八哥 因為胰臟癌磁事享受67歲 胰臟癌早期症狀不明顯 被發現的時候常常是晚期 被稱為癌中之王 就連健檢超音波也很難發現 那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胰臟的這個位置呢 他主要是位在這個後膜的腹腔裡面 那他前後左右其實都有好幾個器官 胰臟癌難發現專家解釋 因為胰臟被肝臟小腸和胃包覆起來 加上胰臟體積小 長約15公分寬2.5公分 因此超音波不容易看到 加上胰臟沒有痛絕神經 發現的時候大多已經晚期 一般的超音波很難發現 除非透過電腦斷層 甚至是內視鏡超音波 而不少名人也都因為胰臟癌試試 已故時裝品牌 向內藝術總監時尚老佛爺 卡爾拉格斐 英國媒體報導 他就是罹患胰臟癌 另外包括全球知名三大 南高音帕華落地 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人 新北市議員唐慧玲都不敵胰臟癌病逝 顯性的一些症狀其實並不明顯 胰臟癌的治療方式 基本上來說 目前都沒有太有效的治療方式 存活率方面呢 五年之內 基本上來說沒有超過1% 過去曾有醫師整理七大高風險族群 包括60歲以上 有抽菸習慣 肥胖 胰臟相關家族病史 另外喜歡高糖高熱量食物 不過也有病患沒有高風險條件 但睡眠不正常 壓力極大 還是罹患胰臟癌 癌中之王不得不防 好 我剛剛看了嚇一跳 原來有那麼多名人 是因為這個胰臟癌的關係 而且他是癌王 對 他是癌王 他就等於是說 一旦發現的話 你要去醫治他 或者是要去挽回他的話 恐怕就是比較難一點 蕭醫師 對 沒有錯 胰臟癌被發現的時候 事實上五年存活率不到5% 所以是當有症狀的時候 再發現幾乎是診斷就等於死亡率 來不及了 對 一般都三到六個月內就會過世 只不過八哥這個案子 大家比較重視就是說 他明明每三個月 就做一次健康檢測 對 為什麼 診斷的時候還是末期 對 因為從發現到過世 也沒有幾個月 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到底做怎麼樣的檢查 一般的健檢 比較常做的是 腹部超音波檢查 我想剛剛在影片中也講很清楚 腹部超音波檢查 因為我們的胰臟在什麼位置 致上在我們胃的正下方 所以它的表現可能是 我就是上腹痛 那上腹痛一般就會做胃鏡 對 或者做超音波 胃鏡當然看不到胰臟 那超音波可以看肝 膽 胰 皮 腎 可是呢 這胰臟只看到一部分 因為胰臟的尾巴 胰臟 胰頭一直到尾巴 那麼尾巴的地方會被胃的空氣擋到 對 所以我們做超音波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死角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胰臟癌的 它整個流行病學的狀況 被診斷的平均年齡是71歲 所以事實上比較是高年齡的 年齡比較高的 年齡比較高的 然後另外三分之二的病人 都大概65歲以上 最高齡嘛 那最年輕的大概大概45歲 45歲以上才會發生 所以你最起碼你假如年齡不到45歲 肚子痛 請先不要貪心是胰臟癌 大概基本上可能不是 假設你是高危險群的話 對 那我們怎麼定義高危險群 第一個是你45歲以上 同時合併以下幾點 第一個你有家族病史 家族病史 對 我家裡有人有胰臟癌 二等星 三等星之類有胰臟癌 那這個就是一個危險因子 第二個你有糖尿病 糖尿病 對 糖尿病人得到胰臟癌的風險 是增加變八倍 沒有糖尿病 就是有糖尿病 比沒有糖尿病 得胰臟癌的風險是八倍 所以當你有糖尿病 當然要小心 第三個 你有慢性胰臟炎 你常常會肚子痛的慢性胰臟炎 那個通常是喝酒來的 好 那第四個 你本來抽菸喝酒就很多 抽菸喝酒做很多 這樣的也非常的危險 遺傳啊 遺傳占了10% 抽菸30% 對 飲食大概占20%這樣 對 這個三高也算嗎 算 特別是你 你假如有糖尿病 其實就三高之一 要非常小心 特別要提一件事情就是 2019年 我們中研院跟台大醫院合作 就發覺說 其實糖 吃太多的糖 是造成胰臟癌非常重要的危險因子 所以那個含糖飲料 對啊 台灣含糖飲料太恐怖了 對 以前我們都只知道說 好像糖尿病跟胰臟癌有關聯 對 可是因果關係不確定 但是在那篇研究裡面就很清楚 他是把老鼠 老鼠讓他的胰臟細胞浸在糖水裡面 血糖越高 他的胰臟細胞DNA產生破損 傷害的機率就越高 對 所以你血糖比較正常是100 你變200的時候 DNA傷害就兩倍 300就三倍 到400就四倍 所以因果關係在那篇研究裡面 是非常確定的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 這個飲食這個20%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也有一部分是不明原因 對 那醫師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先期的一個徵兆可以感覺的出來說 我的胰臟可能會出了問題 什麼時候會出現症狀 當它太大壓迫到旁邊的時候 或者已經太大讓它功能受損的時候 你才會有感覺 那所以病人 胰臟癌的病人出現在我們面前 都是以什麼來表現 上腹痛 肚子痛 上腹痛 對 這個就我們會 好 那我再追問一下醫師 他的痛是哪一種痛 那種痛是比較持續的 那它不見得非常痛 那會延伸 有可能會延伸到背後 因為胰臟這個器官很特別 它是在我們的腹腔後面 對 也在胃的下面 比較靠近背後的地方 所以前面痛 可能延伸到後面這個 就要小心 那第二個常見的是 產生黃膽 黃膽 因為胰臟頭的地方 胰臟的比較頭部的地方 會跟膽道是有關聯的 所以壓迫到的時候 膽子排不出來 就會出現黃膽 所以眼白可能會黃黃 對…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可能對著鏡子看 自己的眼白是不是變黃 假設變黃也要非常小心 然後第三個是 無緣無故的 忽然間體重下降 或者五十歲了 忽然間發生糖尿病 這個忽然間發生的事情 忽然間發生糖尿病 過去沒有 那這在那段期間 可能要小心 是不是已經出現 胰臟因產生的一些癌細胞 所以那時候做做檢查 就是必要的 我們節目 常常在聊癌症的事情 其實都不外乎是糖尿病 對不對 就三高 所以其實糖這件事情 真的是 對身體來說是很嚴重的負擔 唐老師 含糖飲料不能再喝了對不對 真的啊 因為這個是很多的研究 都證實過 就是你一個禮拜 只要喝兩次的含糖飲料 就會增加這個胰臟癌的風險 多大80%左右 所以真的一定要把這個 含糖飲料戒掉 那還有就是說 我周邊有幾個朋友 都是在50歲左右 就得到胰臟癌的 那其實他們都有一個 共通的特點 就是體檢的時候 發現這個血糖高 但是他們就覺得 也沒什麼不舒服 也沒有三多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要三多 但是它就高一點 然後他們就覺得 也不需要吃藥 反正就也沒有飲食控制 結果後來都發現 就是胰臟癌 那也都很快就走了 那還是要呼應一下 校醫師講的 其實健檢還是有用 因為我個人去做這個 高階健檢 就做腸胃鏡 就是胃鏡 大腸鏡 那那時候 因為其實就是 大腸鏡要清腸 那我就很落實清腸 結果呢 一照超音波發現 因為胰管有擴張的情形 因為其實是餓太久了 但是呢 就是馬上有做這個 電腦斷層 那後來就發現 其實就是因為餓太久 這個胰管擴張 所以還是不要輕忽 這個健檢還是有它的作用 還是要 最重要的一個新聞 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就是新北市的議員 唐惠玲 沒有想到他年紀只有49歲 居然得到了胰臟癌過世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天啊怎麼 之前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那麼一聽到的話 這個 唐惠玲就已經過世了 他得到的是一個癌亡 對 就是胰臟癌 胰臟癌在癌症裡面 其實是一個 當他知道我們確診之後 其實他過世的死亡率 是滿高的 對 來那個仁俊 那個唐惠玲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我跟惠玲 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 友台的爭論節目 那他因為 最早其實他是在智庫裡面 是擔任比較幕後的這個工作這樣子 那後來就走上台面來講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他的外表其實也很活躍 然後說真的講話很有力氣 我覺得這是為什麼 大家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覺得很震驚的原因 因為完全看不出來 他有任何的異狀 那他是在2020年初的時候 因為去檢查的時候發現到說 他有得了胰臟 而且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已經非常非常晚了 因為過去我們對這個病症 老實講沒有太多了解你知道 那同業裡面有一些人過去有得到 可是他麻煩他沒有症狀 所以惠玲那個時候 因為他已經前面經歷過一次的選舉 那選完了之後 他就是新北市的議員 那後來到發現完了之後 他有短暫一開始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就是說 他會好好的把身體養好 因為他住在新店那邊 然後其實我們有認識還滿熟的 就生病之前 其實因為都會聯絡這樣子 那可是後來就是 他就比較沒有在螢光幕前面出現了 那臉書上面都是小編去幫忙寫 所以說他過世之前幾天說 臉書都還有發文 其實都在就是小編幫忙的這樣子 那只是說 因為他2020年初發現到 後來走的時候 因為今年7月就這個月走的 那有人覺得說 這個時間非常非常的短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以治療的狀況來講 似乎很難在這個病症上面 給他很有效的一個治療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講真的 很多喜歡他的人非常非常的難過 甚至有很多人擔憂講說 我哪平常沒病沒痛 我有固定在做健康檢查了 搞不好也不會被發現到或怎樣 這個大家都會比較擔心 尤其是他很年輕耶 才49歲 四十九歲 四十九歲 古年就是去年才聽說 可能有一些病因這樣子 沒有想到 今年等一年之內就走了 他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壞習慣或什麼 然後這個胰臟癌居然是癌網 來大家看一下 2020年十大死因 第一個排名就是癌症 然後第二名的話是心臟疾病 第三名是肺炎 其實癌症一直都是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那癌症裡面的第一名呢 對 應該說在癌症裡面當中 胰臟癌裡面算是通常發現的時候 已經都偏向末期了 等於是說他要醫治的話 恐怕都是這樣 對 所以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他的治癒率跟死亡率 治癒率都相對比較低一點 死亡率會相對比較高一點點 那我們會知道之前很多 像蘋果的創始人賈博斯 還有資深的體育主播副達人 李立鳳這些 還有就是劉教育的 劉俊耀 劉大哥 這些人都是死於 我真的覺得滿 都覺得滿遺憾的 像俊耀我們都也常跟他同台過 對 那他們這些特色都是 副大哥 副達人 我們也跟他同台過 但是沒有想到 全部都是因為胰臟癌的關係 而腫掉了 對 那他們的特色 他們的一些 不能說特色 他們的共同的 讓我們的感覺都是 我們才聽到他生病 怎麼沒過多久就辭世 大概都是這樣 針對胰臟癌的病情都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黃醫師 那為什麼胰臟癌這麼的可怕 為什麼當我們聽到的時候 過沒多久 那這個人就很容易辭世呢 胰臟癌他有所謂的 我每次在教學生 胰臟癌有三更難 三高 三難 三高 什麼叫三難 三高 三難就是難發現 難治療 難恢復 三高 他有三高 高死亡 高轉移 高復發 是這樣子 三高 三高 三難 所以這顯示出了這種癌症 就是叫做 剛才俊俊講一下 就是癌亡 因為他就叫三難 三高 為什麼他難以發現 那我們今天來異議的解剖 解剖我們這個小人物 因為我們要知道 他為什麼難發現 因為自己要是 他先天的位置 就不讓你發現得到 他為什麼呢 各位看得到 這個小人你看得到是什麼嗎 只是一個肺 只是肝臟 只是腸子 只是胃 各位 了不了解 你看得到魚杖嗎 有球在哪裡 那是一根球 有球是橫橫的 我們異異的從外面來剖開 我們把它剖開 第一個剖開肺部 我們剖開把肝臟也拿掉了 還是看不到它 我們再把胃 一直把它拿掉了 黃色的這一塊就是它 各位 給它焦點 黃色的這一塊 才就是胰臟 所以我們胰臟 它躲在那麼裡面 對 胰臟 就在那個內層內層 而且你們了解 如果腫瘤發生在這一邊 或是發生這一邊 兩邊是不一樣的 這個叫頭 這個叫尾巴 如果胰臟痛 如果有腫瘤發生在這裡 大小表現的是什麼 因為它旁邊是什麼 旁邊是一個肝臟 所以它很容易 就發生黃膽的現象 這種病人很提早 就會診斷出來了 但是大部分 如果是發生在中間和後面的 那就很難發現了 但是如果你去問 剛才講的那些名人 你去問他們 你有什麼症狀嗎 他們幾乎會告訴你 他們會有三大症狀 一個叫做輕食憂鬱 輕就是什麼 體重減輕 食 食慾不正 食慾不正 它就是憂鬱 然後肉不進風 告訴你 有這樣的三個症狀 沒有特異性 有這樣的三個症狀 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那我一定去看三星科 不會去看到身體症狀 對嘛 有這三大症狀 所以我這個就要解釋它 為什麼會迎候到後面是晚期 有這三大症狀 你會去看哪一科 我看三星科 我像鼻子通口溫潭 對 馬賽流不出來 你絕對不會來看我 也不會看林醫師 對不對 他一直看 不好意思說 不好意思說以後就會憂鬱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有個護理人員 就是這樣子憂鬱 我之前看那個護理人員 他是年輕 人心很高挑 就很高挑 走路很直的 我三個月沒看到他 他變瘦了 他感覺上變瘦很好 可是他走路不對 他走路 彎翹 彎翹 稍微彎翹 而且沒有力氣了 累累了 他說很累 這三個月也不曉得為什麼 然後後來因為我發現到有問題 不對 那個問題絕對不對 所以我就給他 轉到我的隔壁的腸胃 腸胃內科 結果他真的是一個胰臟癌 長在他後面 所以很多胰臟癌的病人 第一個出現的就是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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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比較容易被診斷出來 因為剛好就卡在那個胰臟頭裡面 壓到我們的膽道 所以變成有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皮膚變黃 然後搔癢 然後灰白色大病 這個是 胰臟頭在這邊 這是初期還是已經是 腫瘤的位置 並不是初不初期 這是位置 他的位置就靠近那個膽 那個綠色就是膽 對不對 他靠近它 他就長在那裡 不管這些病人 我告訴你 大部分被發現了會 太晚了 因為當然如果你發現到說 以前發現了胰臟癌這個人 大部分是60歲以上 我們以前念書是這樣子的 可是我最近告訴你 後來這10年 可能是我們的飲食改變了 我們愛抽菸 愛喝酒 然後肥胖的又很多 這種有油膩的食物 將改變我們的生活 所以你發現到 剛才有人說說 為什麼他49歲會得胰臟癌 因為飲食改變了 所以我們發現到他改變以後 這個東西放在這裡面 橫裡面橫裡面 不容易發現 對 你也不會想到這麼年輕人 那他都不會痛嗎 他都不會痛嗎 就是肚子會不舒服 背痛啊 背痛啊 上腹痛啊 背痛啊 悶痛啊 大部分背痛 你就會懷疑說 是不是脊椎有問題 對 我就有曾經一個醫療人員 他就背痛啊 那年輕人也 大概在38歲也 他背痛 他看過我們很多科 什麼脊椎科什麼科 我全部都看完了 然後我覺得怪怪的 我說你又不是 第一個你又不是奧運選手 第二個你有沒有運動 你這麼年輕38歲呢 你怎麼會呢 也不會有骨質疏鬆 這時候我就狂然大悟一下 你會不會靠近脊椎裡面 有一個器官叫做胰臟 Bingo 就是胰臟癌 那裡面的話 其實到底這個造成胰臟癌的原因是什麼 胰臟原因 剛才也已經講過了 就是高精致的食物 壞習慣 壞習慣 壞習慣就是抽菸喝酒 壞習慣 高精致的食物就是肥胖 然後糖尿病 糖尿病 肥胖 然後肥胖 抽菸喝酒 慢性胰臟發炎 跟喝酒很有關係 慢性胰臟發炎 對 跟喝酒很有關係 另外還有很多人在討論 就是說有沒有家族的精英遺傳 有 但是機率太少了 這個機率太少 這個反而比較少 所以其實胰臟癌 我們探討的原因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 剛才跟你們講的 那個三大症狀 叫做輕蝕憂鬱 就是體重沒有原因的減輕 遲憂不正持續存在 超過三個月 然後還有這個 憂鬱軟軟的沒有力氣 這部分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對 所以剛剛統整一下 就第一個 為什麼胰臟癌是胰亡 胰亡 胰亡的原因 第一個 它的解剖位置 躲在後面不容易發現 第二個 它的長的位置也有關係 第二個 如果比較相對幸運一點 它如果長在胰臟頭的話 因為靠近肝臟膽這邊 所以你會有 比較容易發現的症狀 就是灰白色大便 皮膚變黃跟搔癢 但是大部分如果你是發生在 胰臟身體跟胰臟尾這邊的話 你的症狀就會不容易 這麼的明確讓人家知道 一開始就會想到說 你是胰臟有問題 那個症狀剛剛黃醫師有提到的 你體重下降 食慾不正 而且你會有一些 很不典型的症狀 你會憂鬱 然後走路輕飄飄 身體很累 怎麼講都講不出來 哪裡不舒服 甚至有的人會背痛 就是剛剛黃醫師有說 你不是運動選手 可是為什麼你會一直背痠背痛 當你有這些症狀的時候 長期下來 你就可以去找醫師 甚至你可以去提出 會不會是胰臟有問題 可是如果按照你這樣子講的話 你講的那些的話 我一定絕對也不會是想到說 我會是一個胰臟 我搞不好會覺得說 我會不會是因為糖尿病的關係 我覺得另外一個很可以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其他的關係 什麼腰痛背痛這樣子 有可能應該是說 那如果你有剛剛以上這麼多症狀 你加上習慣又不好 你又有糖尿病的話 那就可以去看醫師 糖尿病有可能嗎 糖尿病有可能會 就是引發那個什麼胃癌嗎 我覺得實力上面 確實有曾經引發這樣一個紛爭過 但是他的狀況是這樣 之前是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固定在一家大醫院裡面的 嘉醫科掛號 那當時的時候 因為她有一些的這個 她有阻塑一些病徵 那醫生的診斷是覺得說 你是得到糖尿病 那結果她就一直都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她在98年的時候 在這個醫院裡面 就已經被診斷是糖尿病了 那一直拖了好幾年你知道 到103年的時候 因為她人其實還覺得 一直是很不舒服 那到另外一家醫院去看病的時候 那個醫生醫院再給她做檢查 發現她是胰臟癌 那問題就來了你知道 因為她後來就確定是胰臟癌之後 其實因為醫院那邊剛才講說 你這個已經拖太久了 所以後來這個女生其實是往生的 那家屬就會覺得就是說 我之前有5年來的時間 都固定在你那家醫院裡面看診 你就算有你醫生看 我還看加醫科 你最早不是跟我說一個病症 你都跟我說你是糖尿病 所以她反而去控告這個醫院 就講說你是不是延誤診斷 那你是不是涉及嚴重的醫療疏失 那這一塊其實因為醫院的部分 是有這樣講說 對啦 她有來看病 可是你也知道嘛 就是會問她說 你到底是哪裡不舒服 結果她說你自己看她的過號紀錄 她來阻塑的病症是什麼你知道 她講到止碎症 肌肉痠痛 睡眠障礙 她說因為這樣子 我在重新她說 我是診斷她有糖尿病 因為說真的有很多東西你不說 醫生不知道要怎麼給你檢查 你看剛剛黃醫師那個東西 藏在後面 又到後面 誰沒事會給你翻開來看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那時候就有 會跟人講說 難道你就算固定做檢查 還是你就是通通都有 每天都 就是生活通通都很正常 你真的就對了 要怎麼避免 對 但是我會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說 剛剛講到糖尿病跟胰臟癌 那現在有糖尿病的人 也不用很擔心說 你有糖尿病 就一定會胰臟癌 其實這兩個沒有絕對的關係 那為什麼糖尿病跟胰臟會有關係 是因為我們胰臟裡面 有個胃外分泌胰島素 它是跟糖尿病有相關的 所以才會有剛剛那個新聞事件的發生 但是請大家不要驚慌說 我的糖尿病會不會就一定會有胰臟癌 其實並沒有這樣直接的關係 不過胰臟的話 最主要是內分泌跟外分泌的一個系統 對 重點其實是癌症這件事情 那麼天然五大這個护胰 护胰臟的一些食物的話 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包含像苦瓜 花椰菜 薑 葉酸 還有維生素B6以及B12 那麼遠離胰臟癌的方法呢 其實戒菸 少飲料 喝酒 其實這邊除了胰臟癌之外 其實是減少癌症的機會 都是用 那除了我們現在在預防疫情 我很想告訴大家是 跟癌症很有關係的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心情 我們的壓力